若公基金会员没有计划从灵活户头提款 且保留相关存款在第三户头将享有较低的股息 公基金灵活提款的第三户头 先前宣布将在2024年4月落实 根据之前所发布的消息 若会员没有计划从灵活户头提款 且保留相关存款在第三户头 将享有较低的股息 在此情况下 公基金会员可将灵活户头的存款 转回第一或第二户头 避免股息受到影响 这个有待落实的详情 或为无一提款的会员们 带来一些麻烦 因为可能需要每个月 登入户头进行存款转移 另一方面由于第三户头的详情 在去年的2024年预算案时曾公布 将在今年4月落实 但是转眼间 愚人节清明节和开斋节都已过去了 但始终不见灵活提款的详情 以及落实计划 对于这个指纹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消息 急坏了一些有益提款的会员 他们纷纷通过公基金局官方设媒发烂扎 纷纷留言 说好的第三户头呢 一名会员炮轰指出 当政府宣布将推出灵活提款户头时 相关的机制应准备就绪 并在4月初就落实 而不是在月中或月尾 也有留言催促公基金局 应尽快兑现灵活户头的落实 并表示不要让会员们等太久 公基金局在回应会员的留言指出 该局将在近期通过奇观网 做出进一步的宣布 且此新措施也必须经过国会的通过